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不断狂貌 大规模浓浓黑烟 这里是美国芝加哥 当地时间19号 大约下午6点 一栋办公大楼开始起货 内部有园林氯化公司 也有汽车电池的厂商等等 所有办公空间都被火势吞噬 当局后报就赶紧派出 大约200名消防赶到现场 还能看到建筑两旁 有消防员搭云梯从上灌旧 中间还有地面人员出动 三个水柱努力救火 大概花了一个小时20分钟 才把火势扑灭 索性没有任何伤亡 起火原因则是还在调查 而事实上就在一天前 同样在芝加哥也有另一场火警 一处货物托盘场直接陷入火害 现场大片烈焰看起来晚如末日 当局甚至出动更多消防员来救火 一共300人左右 花了大约三个小时才扑灭火势 幸好没有民众伤亡 不过有两名消防员受到轻伤 已经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 根据调查 原来现场大约有200个木制的货运托盘 通通都已经被烧毁 托盘公司损失惨重 只是到底怎么起火的 当局也还在调查当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